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出口至中国大陆的第一名为电子产品 由此可见 台湾电子产业潜力无穷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家来自北台湾的电子业者 坚持从创新的产品规划到品管近乎苛求 其产品处处可见贴心人性化的设计 只为了想给使用者贴近需求的服务品质 台湾OEM ODM起身的所有的中小企业 所有的工厂 在这一块在国际上的认证是无庸置疑的 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的产业管控能力 在品质上符合国际的安规标准 为了要打造出高品质的MIT 研发团队维持在公司总人数的20% 只希望带给使用者拥有一场美梦的科技体验 Show you tomorrow 就是要给消费者最新的科技创新产品 以人为本 就是让使用者 与他个人的特殊的一种使用习惯 我们设计就符合各个年龄层 对老人年轻人小孩子都有特别的一种理念设计 我们要以设计助创品牌 那助创品牌这一块必须有坚强的实力 要有记事 创新为根表 防泼水无线充电 高清行车记录器 GPS行车记录器 高CP值微投影机 以及操作简便的个人云 从以上产品 处处可见Show you 洞察市场需求 贴心人性化的设计 带给使用者贴近需求的服务品质 我们的无线充电哪里跟人家不一样 做了所谓的奈米镀膜 意思是说 当你不小心这个掉到水里面的时候 你只要拿起来甩一甩 你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我们公司的产品 以目前最代表性的 最早就是行车记录器 所有的车子在路上走 那所有的视窗 照不到的视角 行车记录器可以完全帮你捕捉到 可以避免很多纠纷 到一公尺的距离 我们有大概将近70到80寸的screen size 市面上在卖 已经很多人在卖这种小的 投影机 我们跟别人地方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这是超短胶 什么叫做超短胶 超短胶意思是说 我大概在30公分左右的距离 我可以有大概21到25寸左右的 屏幕的大小 对家庭影剧院啊 家庭电影院来讲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 那本身这个里面也附有喇叭 所以即使你不外接喇叭 你也会很清楚的听到声音 在追求完美品质的基础上 提供给使用者创新 合乎需求的产品 以及细心的服务 也因此让他们在台湾市场上 有一定的知名度 并成为打入国际市场的垫脚石 让声音成为全球电子产品的代名词 我们有四大信念来经营我们的品牌 创新 品质 服务 与友善 我们用新的概念 新的技术 新的发明与创造 我们有稳定的产品品质 有一致性的 更是完整性的 接下来有贴心的消费者服务 跟产品的保护完整性 友善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所有产品 都是符合人体工学 实用且方便 细微到每一个细节 这就是我们的四大信念 目前的话以亚洲为出发点 力图台湾以后 从亚洲、日本、东南亚、中国 然后欧美 这个是在未来上 我们是希望在国际上 占有品牌的一席之地 未来 公司将秉持坚守他们的理念 达造更多符合需求的电子产品 深耕台湾市场 放眼全球 创新秉持 服务友善 Show you tomorrow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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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